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挑选最适合您的枕头 帮助您一觉到天亮 如果您是那种全身都很僵硬啊 可能平常您的压力真的很大哦 那或是有睡眠不足的状况 这样的朋友呢 平常我们会建议一定要养成 平躺入睡的习惯 所以枕头的话要挑选高度 要能够贴合您颈椎的弧度的 头会不自觉偏一般的朋友 你就很适合找像这样的设计 中间下凹左右两侧有稍微高一点点 那这样就会很轻松的 把你的头扶在正的位置上 而且左右两边的支撑 会让你两边头脖子有很好的扶持感 如果有些人就是会觉得 我就是测睡才比较放松啊 才比较容易入睡的话 那这时候选择合适的枕头高度 就会变得很重要咯 那其实啊我们挑选枕头的时候 不太可能去试坛一整天 才决定要不要买这一颗 如果今天的枕头的话 我们可以去个人化调整 适合您的软硬度的话 那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个大雷坑了 调整软硬度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上面的地方是侧躺区 中间的地方下面这里是正躺区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试 想要从最硬的开始的话 你就很简单 把这两个旋钮 掐指一算 这样子就会是最硬的 那如果你想要试试看最软的呢 那你就把它这样子 拨到左右最两侧 这样就会是我们最软的 那你再去微调您最喜欢的软硬度 就OK咯 那我自己个人呢 其实对于花大钱买这种人体供觉的枕 其实是有点恐惧感的 因为毕竟就不是传统设计的样子嘛 但是我这次试躺的经验啊 真的觉得还蛮舒服的 因为枕头有这样客制化调整的功能会非常好 因为可以针对你自己喜欢的软硬度去调整 不管是侧躺区还是正躺区 都足足调到了16段 整颗都不需要插点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再加上厂商它有做SGS的压力测试 数千次以上枕头都完全毫发无伤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它会变成那种用久了 就没用的饥肋的装置 我个人是非常的欣赏 再加上因为我现在刚好是孕妇的关系 皮肤真的很敏感 这颗真的超轻浮 因为它是天师 登登登登登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枕上人致控平衡枕 我是物理治疗师Alina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枕头 我们下次见 拜拜